发生了扎土车撞人撞车的事故 而江宁区扎土车违规运输现象的猖獗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昨天晚上我们再次赶到江宁 看看这些夜幕下的扎土车违规上路违法运输 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处理 继续新闻调查 我现在呢就是在102国道上访段上访小学们前 现在呢这个江宁区城管局的夜查中的执法人员呢 正在现场进行执法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路边呢停了大概有20多辆扎土车 据这个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呢 这些扎土车都存在一个就是没有线路牌 还有这个密闭不实啊 然后放后面的放大号牌不清晰啊这种情况 现在呢他们现在对这些扎土车进行赞扣 那个线路牌什么东西呢 马脑把哪来的 你车上不应该有啊 有马哪来的 这个车子后面你也没清理干净啊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在现场我们注意到 虽然路边执法人员扣下很多扎土车 但是在执法人员盘问这些扎土车驾驶员的过程中 身边不时有扎土车满载扎土互相而过 在该区多个路段 扎土车违章行为更是层出不穷 我现在呢就是在江宁区的万安北路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一个三叉路口 再向前走一点呢就是这个东奇路 而这个万安北路和这个东奇路呢也是肃静心灵指导比较强烈的 这个扎土车闯红灯以及超速啊 抛洒低漏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有这个过往的这个扎土车 车速都是非常快都是呼啸而过的 而有一些扎土车在碰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 也是根本就没有停车是直接是开了过去 扎土车都是怎么过这个红灯 它闯红灯吗 这S1 探头拍不到啊 走这边过这个马路在一起 为什么呢 过这个马路的时候有时候它这个灯嘛 它走这边缓弯嘛 有时候不出一局了 据了解目前南京扎土车管理新政的规定 扎土车只要有闯红灯 超速形势的违章行为将受到停运半年 甚至清退出南京市场的严厉处罚 不过这一新政只在南京主城实行 江宁去的扎土车不在此列 由于违法行驶处罚轻微 这些扎土车更是肆无忌惮 不断引发事故 对此江宁的城管部门也很头疼 扎土车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现在关系区域比较大 但是我们只能这样 自己做辛苦一点 在路上做好多 江宁地区扎土车违规现象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有效治理 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而在今天上午呢 江宁区城管局扎土中队的负责人 打来电话表示 昨天晚上查处的 没有随身携带线路牌和扎土 转运证的扎土车 都是核实 都是有正规手续的合法扎土车 只是呢 证照没有带在车上 而对于这些扎土车 他们只是针对无密币运输 超高超载 抛洒低漏等行为 每车处罚了200块钱 而在南京主城范围内 扎土车如果随车 没有携带线路牌和扎土转运证等证件 怎么处罚呢 很简单 停运 如果扎土车存在着无密币运输 超高超载 抛洒低漏等现象 每车至少也要处以3000块钱的罚款 那我们可以推断 江宁区这样的处罚的管理力度 可能就是当地扎土车 平平肇事的原因 扎土车因为管理不规范 管理不严格 处罚力度不够 造成的一个个血淋淋的事故 我想江宁区的领导应该也看得见是吧 江宁扎土车屡屡犯案 和南京所处理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始终就没有弄明白这个原因到底在哪 当然了 对于江宁的领导来讲 媒体不断的报道 你可以不在乎媒体的报道 难道在你们眼里边 江宁和南京的老百姓 人命也有贵贱之分吗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也有贵贱之分吗 你可以不尊重媒体的报道 但是难道你连江宁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丁点都不尊重 一丁点都不在意吗